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学习寻止模式的概念 从前面的课程里面,我们学习到纹理与长量差值或者与线线差值是一起使用的 当给定了一个纹理的坐标之后,我们就可以返回一个纹理元素,也就是我们的颜色值 那么我们这里就可以推导出来一个相关的函数 GFUV等于RGBA,其中UV为我们的传入参数,RGBA为我们返回的颜色值 在前面,我们讨论的是纹理坐标在01区间的情况 那么也有纹理坐标不在01区间的情况 我们今天就来学习一下,纹理坐标不在01区间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处理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会学习两种最常用的寻止模式 第一种为重复寻止模式 第二种为截取寻止模式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寻止模式 因为那些模式使用的比较少 那么我们这里就不再进行讨论 然后我们首先来看一下重复寻止的模式 重复寻止模式 是我们最常用的寻止模式 重复寻止模式就是重复图像来扩展我们的纹理 这样我们的纹理坐标就能够精确地对应到我们的图像上面去 比如我们现在来画图看一下 假设这一个是我们的纹理 这是我们纹理的坐标轴 在这里 在这里 纹理坐标为1 0 在这里 纹理坐标为 0 1 在这里 纹理坐标为1 1 那么当我们的纹理坐标不在01区间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来扩张我们的纹理 假设我们现在的纹理坐标为1.2 1.8 那么我们就需要在右边对我们的纹理进行扩展 那么我们就会在这里对它进行扩展一次 然后在下面我们也会对它进行扩展一次 当快整之后 我们现在这里的纹理坐标 就为2.0 0.0 我们这里的纹理坐标就为0 1.0 那么我们这里就为2.0 2.0 然后我们现在使用我们的纹理坐标1.2 1.8来对我们的纹理进行扩展一样 这个时候这个坐标就会对应到 纹向为1.2 纹向为1.8 大概这个位置 那么这一个就是我们1.2 1.8纹理坐标对应的纹理元素 其实这里也就是我们这里对应的纹理元素 那么这一个就是我们的重复寻指模式 重复寻指模式就是重复图像来扩展我们的纹理 然后现在我们再来程序里面看一下最终的效果 在这里我提前已经编写好对应的程序 我们只需要来看一下效果 在下一节课程里面我们就会来学习如何载入纹理 这里是我们的纹理坐标 这里是我们的顶点坐标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顶点坐标确定的其实就是一个正方形 一个面片 这里就是我们的纹理坐标 那么我们在这里使用一个for循环函数改变我们的纹理坐标 乘以8也就是00不变 坐标为1的值会变成8 那么其实也就是快展的8倍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效果 大家就会看到我们的图像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图快展为8倍的时候图像的效果 我们先截图保存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一个是我们坐标在01区间的时候的效果 这一个是我们的坐标不在01区间使用的重复寻止模式的效果 大家就会看到 我们的图像被进行重复了 1 2 3 4 5 6 7 8 被重复了8次 那么重复8次之后 我们的图像就会变成这样 为什么说重复寻止模式 是我们最常用的寻止模式呢 其实就是因为 它可以将我们的纹理 平铺到物体的表面上 在我们不提供额外的数据的情况下面 可以有效的提高我们的纹理的分辨率 当我们在使用重复寻止模式的时候 我们的纹理最好是能够无缝进行拼接的 其实就是我们做的两张一模样的图片 能够左右拼起来或者上下拼起来 并且不能够保证的纹系 比如这一张图 我们如果把这张纹理 换成一个草地的纹理 那么我们在这里看起来 其实就是一个密密麻麻的草地 也提高了我们草地的精度 那么这一个就是重复寻止模式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什么是截取模式 截取模式就是将图在 零一区间内的UV坐标 映射为U0V0 其中U0V0是在零一区间内 离UV最近的纹坐标 比如我们的UV坐标为 负的0.2负的0.2 那么离这一个坐标最近的坐标 其实就是零定坐标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将负的0.2负的0.2 映射为零定坐标 这个时候我们采样的结构 其实就是零定坐标 那么这一个就是我们的截取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截取的效果 在这里我们改一下我们的程序 我们将UV坐标等于零的值 改为负的0.2 将UV坐标等于一的值 改为1.2 然后设置我们纹理坐标的 循止模式为截取模式 然后我们再来运行下我们的程序 看一下 大家就会看到 它的边缘 在这些地方使用的 其实就是这个纹理 边缘的颜色 这一个就是我们常用的截取模式 那么今天的课程就讲到这里为止 在下节课程里面 我们就会来实际的解析一个DDS格式的文件 来作为我们的纹理 并且放置到我们的模式里面 进行显示 我们的课程中